他說明近年有請教老師 有關酪梨方面的事情 但是經過老師的指導 他說今年呢 哇 酪梨這個小果呢 是一串一串來 現在呢 歡迎回來問老師 那要怎麼輸果 這種是這樣啦 這種酪梨 如果是生長就不要生太多 那麼因為呢 這個確實 我們正常來說 這個呢 不太容易 你看的一顆那麼大顆 所以必須要 這個 不要讓他生太多 不要讓他生太多 就是說我們 能夠有一個合理 所以通常我們整來 就是這個廟 你整來之後整三年 整兩年三年 就是說 有的人第二次就生 生一顆半顆不得緊 那一般 盡量就是說 他在打得很快 你可以让它留得比较大 这个会比较好一点点 那么通常在这个 掌心的一个大小来 把它这个判定到它的这个结果量 就是说你可以去判定到 它的这个结果的这个量 结果量 那么你要来跟它做一个 这种处理 所以大小长 所以因为这个小长 因为这个看起来不是很大颗 那么但是应该也可以了 这大概是三年左右 三年跟三年周一位姐姐长 那么三年周一位姐姐长 我们可以开始慢慢进入 正常的这个 这种经历的这个方式 那么这种整理的这个方式来中 那么最主要就是说你要锁割 哪些可以还是要套戴 这也是更容易 它也是要这个糖去咬它去金枯 特别喜欢去咬它 那么一种呢 要稍微来给它这个注意 那么我们在逃得的时候 我们在逃得的时候呢 尽量尽量我们可以在这个 来给它这个做一个处理 并说一个花絮 一个这个 一个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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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中 一个花絮 大概不要超过两颗 不要超过两颗 那么这是我们现在目前 在费费管理的时候 最普通 最普通的一个 这种 这种做法 那么这大概是 应用 在管理的时候 这种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 所以你这个要开始收回 但是因为呢 这个酪梨 有这个生理酪果嘛 就是说 也没那么快 你这种要 较慢一点 不用太快 但是就是说 一定要注意这个 注意这个炭屈病 因为这一段很容易到病 那么如果他到病 你的整粒就破掉了 所以呢 你要小心 这大概是还有一个 这个 这通商 要稍微给他 还是要再注意一下下 那么这是一个 很重要 就是说 那么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呢 较来改 这个首个呢 大概在五月左右 可能差不多 要买到一个月 买到一个月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时候 他差不多有这个 他这准在打得比较慢 差不多这个炎臀大臂 差不多一个多两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开始 比如说 如果你看到那个形 没有什么 一格会里面 你如果看到 你就先把他 先把他黏住 那么有糖尿 有这个 破坏 生太多 这是说会去入住的 这种的都把他 先把他黏住 这一般来说 一个回水大概就是 流一粒到两粒 这个 适当的一个 这个结果量 对于路易来说 最终的这个重要 所以我们建议说 第一年 政卖给生 这个 第十年 可以开始 加生 生日 第三年 这个卖给生太多 因为 很久就好了 到第四年 开始正新的 洛梨 在这个 第五年 到第八年 这个中间 应该就 可以 极散 这个 三粮 都可以做出 现在在 这种洛梨 已经慢慢都做这个矮花栽培 所以你一定要去考虑 未来要如何去栄化 不要太高 不然很累 这个 万洛梨 还要 请这个 云梯车来办 这 不太简单 所以 它就 比较困难 这在澳洲 他们传统的 那位 很大张 真的不夸张 真的是云梯车在办 那么 人坐在 館上 在哪里 在哪里 在手上 看一看办 它的成本 很高 现在这种 这种政策 都淘汰掉起来 都你把他挨花 挨花 挨花 所以 这你要先开始 有一个 第三年 第四年 这家家 你就要有一个 这个 整个 那么 这个基調 要如何经历 这都是一个 很重要 这个地方 那么 他同时 有一个 生理落国 二次 二次生理落国 三次生理落国 一般同时 第二变 到第三变 以后 这 才会稳定 那么 这种的 这些稳定 这得手 就要 到差不多 五六月 这家家 但是有的品症 不一样 所以 可能 就是说 你看 这个品种上 一般 就是说 差不多 多两个 来 用 这个会比较好 一点点 因为你这准 如果是有 钓 有钓 没钓 也不知道 这有 当时的 缩分 没有那些 环境 就有可能 较容易的 这个落狗 所以 稍微 要 稍微 注意一下 那么 这个东西 先看 一个 灰水 大概 一个花岁 因为你 生死到 白了 所以 这个 一个 回水 可能 你也可以 留一项 而已 整体 一个 这个 量 不要 太多 但是 这 没了 所以 你让它流更大一点 如果有看 修正一下 如果开始可以去注意 正经如果是正面 你就先把它处理掉 这个加几十次 慢慢整理慢慢整理 到差不多五六月 处两大的时候 喷一遍油就要把它包起来 那时候就像这一回水 就是一粒到两粒 它基调的油 这叫做液果比 比如说油较少 你就不要流太多 如果油较多 你就可以够流一粒 这样大小会起来 这大概是处理的一个方式 那么这种的生理落果 都是很正常的 一次落果 二次生理落果 这种都是最多的正常 这个不要太在意 有的说落得整个都没效 还不会 但是有可能 有的如果受粉没完整 有可能会很厉害 所以有的我们好朋友 在这段时间 我们都会去噴 噴什么东西 噴天然细胞分类素 那么这些东西可以帮助它 调割就是说 我们生活有调 对吧 我们生活有调 生活有调后呢 如果我们要来收割 不只有机会 如果都没有的时候 你要如何收割 就没有那个机会 所以在这里可以 让我们提前朋友 稍微做一个了解到 那么未来 这个东西 这个大概 是不是 大家都会很小 这个全世界都是同样 因为 以前叫穷人的奶油 现在没人在说穷人的奶油 现在都号称幸福果 吃了会幸福 这是一个营养相当好的 一个果实 那么这个酪梨的这个生理酪果 生理酪果呢 这是很多 完全你大概如果没有钓灰 大概就会 你看到的小小粒子 都没有在拌那种 通常它就是收粉没完整 这有这个江国的这个情形 这该该念掉就念掉 有时候你不用它念它就会落 所以呢 大概我们到五六月进行 这家家的准备 准备要来给它这个首割 所以通常 我们在这个政省来说 政省来说呢 差不多都是二三月这开花 这个三月这家结束 这不一样的平均 有时候没什么样 所以你稍注意一下 那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等会让我们提前朋友 那么稍作一个参考 这大概是 这种一个处理的方式 这个大体上 大体上没很大的困难 反正正落理 唯一担心的 唯一担心的就是赌水 你的地方如果是很厉害的水 不好意思 这很容易 这个没台没机的下课 这要稍注意一下 好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